按下 那首先有同学已经讲了 首先是第一步的话是 确定试验 这个试验是一个提交试验 提交试验的话 它是一个叫做 叫做on submeters on submeters 试验有了 那第二步是干嘛 第二步是不是 四件要触发函数吧 触发函数 那四件要触发函数的话 我们要去写一个函数名称 这个函数名称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写这个什么checkform 可不可以这样写 先写个这样子 然后再接下来 是不是在这个checkform中 是不是在这个checkform中 函数中要去做一些交易 那这个我们就是来完成最简单的这样一步操作 那首先呢 我们要去试验 那这个试验是一个提交试验 这个提交试验是个表单 最终是由表单去提交数据的 我们要将这个试验写在这个表单上 我们的函数名称叫做checkform 这里面已经是写了这么一个checkform 但是呢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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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dss所有的世界中 唯独这个世界比较特殊 我先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啊 要写一个script 在我们的dss 呃 看法中唯独这个世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特殊的世界 这个世界特殊在哪里呢 必须得给他加一个行为值 return 我给他return一个 莫论我给他return一个true return一个force 莫论我要给他加一个returnforce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加了一个returnforce 它是提交不成功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 Ctrl-A刷新 一点击提交 是不是提交不过去啊 我现在不管怎么样提交它都提交不去 这里面 唯独这一个字件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它是必须要有一个反位值的 那这里面写好之后 写好之后呢 接下来 代步操作是怎样的操作 在这个函数中通常都会去 是不是做一些用户交互的操作 那首先做一些什么用户交互操作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判断它的一个 用户名 它的一个长度啊 是不是现在是获取用户输入的内容啊 那要获取用户输入的内容 我们是不是要去得到这个input 它的上面这个input 是不是要得到它的一个输入的值啊 那它要得到它一个输入值 我们就要去找到这个input吧 我就在这里给它指定一个id 这个id我给它取一个名称叫做username 需要这个username的话 我们要去找到这个 需要去找到这个input 那我就第一个b输入 直接第一个input 这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 我这写好这个input 颜色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document.getelementbyid 传入这个username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 我声明的这个变量名称是不是有点不对劲的 那这个东西最好大家是改一下 不然的话会有一些莫名其怪的问题会发生 现在我们这写好之后 这个input我们就得到了 得到它之后我们要去 是不是下一步是不是要去得到它里面输入的值啊 要得到它里面输入的值的话 可以通过它的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用这个input 先去输出一下这个value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value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页面 程序R1刷梯 我在这里随便输入一点击提交 是否通过value就可以得到它用户输入的值啊 那得到这个东西之后 那我们就是可以来对它的值去做一个判断 varu uvalue等于 这个input1点上一个value ok 写好它之后 那现在呢 我们是 要去判断长度部的矫律量吧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这样做 if这个u value 点上一个lens 小于 不能想用 如果它是大于等于6的话 就return2 对吧 否则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去 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给用户一个几字啊 钥匙的话我们是 哎直接额恶恶一下 对不起 用户名 他打了 ok这个写好中 哎 control 12345 这个45吧 对不起 用户名 他打了 然后输入一个6 6是不是符合规则 一点击数直接跳转过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教驭 现在我们是不是只是做了一个 用户名的教驭 那我们在正常的一个注册的页面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什么密码呀 密码教驭这个给他改一个password 密码教驭查录教驭是不是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我就今天不做这个教驭了 今天直接有点紧 还有一个案例 估计也只能明天再来讲 然后这个是写下一个password 那这里边有一个有些比较复杂的 比方说如果我们这里面写了一个邮箱 这个改个email吧 改好这个email的话 哎这个我们待会儿是不是也要去找到他 我们现在这个邮箱也也想去做一个教驭 这个又该怎样来做呢 控制好 现在用户名的教驭我们已经做了 哎这个密码教驭我们没有去做 用密码教驭只要跟用户名教驭是一样的 邮箱该怎样去做教驭 邮箱比方说我去输入一个这样的一个 密码乱七八糟的字符 我一点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不应该提交过去啊 那这个是用的HDMI5标签 他去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教驭 那我们假设不采用这个HDMI5 我还是采用这个TSD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我们直接在这里上面让他是正常的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去输入一点点提交 他提交过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让他去提交 这个又该怎样来做 这里面就是 步骤我们直接还是要跟我们上面是一样的吧 邮箱的教驭 邮箱的教驭的话 他首先我们是还是要首先去获取用户输入的一个内容啊 获取用户输入的邮箱的那个字吧 那这个里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Document点在一个getElement 把ID传入的是一个email ID是email吧 下面我们指定的这个 然后在前面的话我们去定一个变量出来 VR email等于它 然后在接下来是不是要去得到这个u u email 等于这个email点上一个valip 得到他之后那 接下来该怎样来做呢 是不是要出判断了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邮箱是符合规则的 现在这里面是要去写正德表输师了 那我们那同学说要摆断那我们就摆断了 正好我们现在是零个网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写了 人家已经写了几十年了 我们也不需要再去写了 加script 加script 邮箱 把右边的这个关掉吧 邮箱正德表达是 比较正宗的游箱正德最正宗的一句 最最正宗的一句是这个 我们就直接看这些 我们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要加两个杠 然后加两个杠是它的一个标准 一个钱吗 然后再次 我们可以直接点上一个taster 自动转换成吧 像这种格式的在我们的加速中 它会自动转换成我们的一个类似对象 转换成我们这个正德它的一个类似对象 我刚才叫的是一个方法叫做taste taste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判断了 来我们看一下 直接在那边传入我们刚才这个邮箱的第一个词 传入进来 我们在这里面去直接去alot一下 就是教业 教业成功 如果它是taste的话是教业成功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了 再加一个else吧 教业失败 教业失败 回到我们这里面 Ctrl-I刷新 然后上面让它是正常的 然后这里随便输入一个乱七八糟的 点击这个提交 哎呦 这个不对吧 这个 这个是假的吧 不对啊 这个我们去retain一个吧 retain 教业成功的话 教业成功的话 我们是retain true吧 retain true 刚才有弹空吗 没有 在用户名的就retain true 在用户名教业成功的时候 在这里面我就retain true了 那我这里面不应该是retain true 我直接是在错误的时候retain一个 改一下吧 retain一个force 然后下面的ward去retain true吧 然后这里面是如果教业成功的话 那我就不去做处理 如果教业失败的话 我就去retain一个 retain一个force 那现在这个逻辑看懂了没 那我们现在做一点事情呢 就是在这里 上面是正常的 下面不正常的 一点击提交 教业失败吧 这个还是比较正宗的 来看一下qq.com 一点击 教业成功 对不对 教业成功 它又敲打过来 那如果再来一个 点先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构 能不能教业出来 教业成功 点击确定 它是还是比较正宗的 这个就是通过正德表达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教业的这一块逻辑 我们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这个教业 我记得它 第三天会讲一遍 第四天会讲一遍 第五天 再讲一遍 都是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托诺 那大家 替换这种能理解吗 首先这里是一个正德表达式 这是一个正德表达式 直接点kiss了 能理解吗 能不能理解 它是自动内情转换 自动内情转换 那这个是时间点 通过这种点kiss去调用 然后你们不理解的地方 我猜 我猜啊 应该是这里面这一大串 那种不理解 这个东西确实会百分之好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去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正德的这个对象里面 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已经是罗列出来了 它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它的一个语法 像这种中国就查到在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像这种里面什么原字符啊 还有像下面这个量子啊 控制有多少个 基本上你把上面这一上面上面这个报号看懂了 然后下面这一个看懂了 你这个正德表达是就会写了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摆布的 比方说如果你不会 如果哪天公司让你去写一个注册页面出来 然后你不会写咋办呢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比方说去打开一下别人写的网站 打开它的一个注册 它的注册里面肯定有一个地方是去做一个浇验的 我们去查看网页原代码 那查看网页原代码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它是不是又通过script的标签去引入了一堆的这个ds啊 那在这个ds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resist.ds 如果够聪明的话 应该知道这一个是一个浇验的 浇验的一个逻辑吧 那它是采用的是JQR写的 但是呢 这里面 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没关系 那大家看一下 找一下 邮箱教验 这里面有一个提示 请填写正确的邮箱 然后这里面持手机号码 你使用 请出正确11位 手机号码 找一下 它这个附近应该是有一个地方是正折的 诶 这里有一个 诶 这个正折表达是教验 这个是教验什么东西 知道了吧 这个可就是一肯定无一就不用招了吧 然后再看一下油箱的在哪里 油箱的在哪里 啊 那你说的就这里 那人家是怎么调用的 是不是就这样子直接去调用的 还是用那个最正宗的是吧 那这个拷贝总会了吧 再不会你就随便去打开网站 看人家的这些代码是怎样写的 然后大家就准备写吧 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百度来的直接 那你一收这个证则表达实际上是有一堆了